选在儿童节所在的四月 珠珊珍公所也规划了儿童欢乐月系列活动 希望带给孩子们美好的童年回忆 日前魔术及泡泡秀热闹登场 也吸引了许多家长带领孩子前往亲子馆参与体验 因为四月儿童节 那我们想说每一周都给小朋友一个活动的场地 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亲子馆前面呢 就是举办就是给小朋友就是气球魔术秀 然后待会儿就是泡秀 四月份呢我们最大的话 我们办了两场的那个剧团表演 那一场已经结束了在四月十五号 那接下来我们的下个礼拜六的晚上七点 在我们珠珊珊公所的大礼堂 我们有一个小保历险记 有九个儿童剧团演出 那我们欢迎就是家长带着我们的小朋友 那天晚上来我们的公所大礼堂观赏这样子 魔术集泡泡就现场 许多孩子都相当快乐的现场及体验活动 充满了欢笑声 家长们肯定 儿童欢乐乐系列活动的办理 感谢珍公所的用心 亲子馆的成立很好 因为小朋友假日的时候 其实原本不知道大家去哪里公园之类的 那有这个亲子馆之后呢 他每天都会想说 什么时候可以来去亲子馆呢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假日都会过来 就是四月的那个儿童月 那公所很用心的邀请很多人来这边举办活动 那小朋友的反应也很好 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活动还蛮好玩的 就是可以让小孩子 就是看到魔术表演 然后还有小礼物可以拿这样子 那我觉得那个公所这样子办 就是让四月整个变得很有趣 这样 四月儿童欢乐乐 竹山正公所规划了一系列活动 先愿陈玲林也肯定公所的用心 并请民众有时间 都能够亲子同游 正公所呢 非常贴心 也非常创新 把四月份定为快乐的同月 那竹山正公所有在这四月份里面呢 举办了非常多 有关于儿童的一些活动啦 包括剧场啦 还是一些亲子戏业的活动 呃 玲林在这里呢 呃 诚恳的欢迎大家 邀请大家 一起来玩竹山儿童乐 很棒 议长和尚丰肯定公所的用心规划 让孩子们整个四月份 都有许多活动可以参与体验 也期待借此带给亲子们 真心情意的机会 留下美好回忆 记者鲁依凯竹山采访报道 本来大家 fiscal解采访报道 出来 去